春山学又更新了 在第一版彩排和第二版彩排画面曝光之后 第三版彩排画面也来了 最新曝光的第三版彩排画面是白静廷一人现身 剩下的魏大勋 魏晨则由替身完成走位 而这一版彩排画面也是观摄角度 白静廷穿着海报上的衣服拿着扇子 走位跟播出版以及白静廷粉丝曝光的视频一致 画面上打了春晚测试字样 可见是彩排过程某一次的测试画面 不过画面只有前半段小山坡的部分 后半段拜年则没有出来 很可能是后面压根没彩 通过跟播出版和三版彩排画面综合看 可以判断出春晚彩排过程确实会不断调整 另外根据网友爆料 这版彩排的时候 魏大勋跟魏晨去长沙录制综艺了 所以有了白静廷一人彩排的画面 因此有网友猜测 可能彩排了一次这个版本 然后魏大勋 魏晨录完节目回来 再次进行了一次彩排看效果 才有了粉丝曝光的那一版走位视频 而最终可能这一版并没有通过 还是轮C走位 不过大部分网友认为可能是编排走位太多次 测试了各种版本的 但又因为沟通上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 白静廷以为是这一版走位 但其实不是 这样就能解释为啥魏大勋跟魏晨都准备上台阶了 结果白静廷不动 他们流露出了一些意外感 而白静廷在台上看向导演组时 疑似收到了暗示 表情瞬间有了变化 因为这时他 这才可能发现自己走错了版本 至于衣服的部分 只能说白静廷可能确实花了心思想要好好表现 只是现在看 多少有些本末倒置了 谁知道是不是他忙着专注自己造型 忙着换衣服的时候 忽略了彩排的一些信息 从而忘记具体走位是哪一版 导致了如今这个结果 当然 演出过程有插曲小状况是可以理解 但是白静廷本人似乎并没有想承认 从而有了主持人内涵 谢娜当面问 他本人又对着魏大勋小声嘀咕 差不多行了一系列事情 正是后续这一系列的事 让白静廷春晚风波一再发酵 造就了春山学 但无论怎么样 春晚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衣服和走位都是规定好的 如今因为走位风波 网上流出了各种内部彩排画面 也引发了网友痛批 事情再次升级 随后有知情网友爆料 因为相关彩排画面流出 目前内部正在排查 不少人估计要受影响 这也跟网友爆料 幕后人员被问责的情况对应上了 如果最终版是轮C走位 那大概率是白静廷记错版本 如果最终版不是轮C走位 那就是舞台编排存在问题了 这么不协调的编排设计 相关设计人员被问责不意外 无论哪样都只能说明 有人没好好用心 导致舞台出了这么大争议 想要特别说一句 希望内娱明星能够专注自身提高素养 也希望业内相关人员能够督促明星艺人 有些毛病不能惯着 白静廷这一次大规模翻车 也是因为过往口碑并不高 现在这么多业内道游 多少还是说明了一些潜在问题 2024年春晚结束之后 春山学这个概念油然而生 仅仅只过去了几天时间 相关话题热度不断攀升 不仅如此 截止到目前为止 有多位业内人士站出来下场倒游白静廷 疑似还有幕后工作人员深受影响 因为此事丢了工作 春山学在短短几日经历了反转再反转 两版彩排视频的传出 更让吃瓜群众一脸猛 正当大众开始怀疑 究竟白静廷是否有意为之的时候 有知情者发文倒游 感慨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看到无数心机 直言有人把春晚舞台当作自家菜市场 痛斥某人查出天际的做法连累了幕后工作人员 这位网友虽然不是春晚工作人员 但从他的主页内容和回复来看 确定他和这次春晚幕后工作人员是认识的 而这位知情人还在评论区内述说了更多背后的相关细节 强调白静廷抢C影响舞台最直接的后果是幕后工作人员被责骂 不仅如此 这位业内人的公开道游还引来了另一位知情好友的控诉 通过二人的对话得知 原本春晚是件荣誉事 可因为白静廷的失误让背后的打工人不仅没了奖金 还丢了工作 春晚的每一个走位理应被精心设计并被准确呈现 但白静廷自己犯的错被问责的只有幕后人员 春晚对于大多数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舞台 对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晋升的机会 如今因为一位艺人造就了舞台的重大失误 后果非常严重 并将影响工作者的履历 这几天春山学闹得满城风雨 每每发酵一次 就是在幕后工作者伤口上撒盐 也难怪这位业内人感慨圈子太小 出了这事儿真的丢人 尽管到目前为止 白静廷团队并没有公开回应 可前有央视删掉了白静廷粉丝的澄清视频 后有央视主持人王宁二发动态一有所指 现在更有业内人公开道游 实在让人浮想连篇 事实上 大众对于白静廷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一开始 这个舞台本身就是有让观众觉得不和谐的地方 无论是白静廷的衣服 还是走位都和整体格格不入 再者 试问如果真的没问题 为何他们在台上走位那么乱 那么匆忙 不仅让人感到很混乱 魏晨和魏大勋还不断打手势 因此 仅靠一个粉丝的彩排视频 根本无法澄清这些疑点 事情发展到现在 或许导演组为了大局 也不会再正式回应 很大可能只会默默问责 但打工人却为这事儿买了单 兢兢业业工作的他们 被人无辜连累 着实太无辜了 眼看风波愈演愈烈 甚至中处西侯文员官宣恋情 这样的大新闻都没能彻底阻断 其继续发酵 但是白敬廷本人 以及工作室至今没有发生 春山学事件本身就已经疑点重重了 白敬廷这边又是损失口碑 又是全网不断掉粉 但就是不发生 不澄清也不道歉 更为这件事照上了一层迷雾 那么在这种继续公关处理的紧要关头 白敬廷为什么不发生呢 小编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 第一 白敬廷可能真犯错了 在白敬廷之前 那与口碑大规模翻车的人是baby 当时被拍到了现身风马秀 尽管baby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但各大社交平台被封杀了几个月 直到近日才解封 所以说 白敬廷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 可能真的是当时玩了一把小心思 尤其是临时换装这件事 央视春晚之后的某采访活动中 谢娜貌似就是知情人之一 而且还在节目上公开以玩笑的方式 发问谁换装了 在魏大勋和魏臣都否认的情况下 只有白敬廷尴尬地逃避的这个问题 此外 白敬廷结束春晚活动后 开过一次直播 当时就有粉丝问他 为什么换服装了 尽管粉丝可能没有恶意 只有好奇 但白敬廷的回应 是支支吾吾的一声恶 由此可见 白敬廷临时换装这件事 基本是实锤了 至于站位问题 白敬廷或许也犯错了 一种可能是他玩心机了 另一种可能是由于紧张而失误了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 白敬廷选择不发声 都是希望能冷处理 让时间冲淡这件事带给他的影响 毕竟承认的话掉粉更多 否认的话又担心求锤的锤 第二 过错方可能不只是白敬廷 春晚节目组可能也有错 所以他不敢也不合适公开声明 临时换装这件事 即便是粉丝也没法理直气壮地给白敬廷洗白 如今这一事件的焦点是他到底有没有霸占C位 白敬廷之所以不发声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自己犯错但不敢认 这也是绝大多数网友顺理成章认为的事实 但是在更多细节 尤其是彩排视频不断被曝光的情况 白敬廷至今不发声 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总台也可能是过错方 上春山彩排过多次 而且其中有一次是魏大勋和魏晨录制大侦探而缺席 所以他们三人与春晚节目组之间的沟通 可能出现了问题 以至于白敬廷当时记错了最终的走位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 那么白敬廷当然不能发声 因为错不完全在自己 但他又不能明确指出节目组也有问题 只能选择沉默了 距离龙年央视春晚播完已经五天过去了 但白敬廷之间仍然在发酵 一边是路人 圈内人的各种道游 另一边是粉丝们同样有理有据的澄清 目测这一事件短时间内不会消停 至于白敬廷方面 在舆论风波最猛的时候没有出面发生 之后再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 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路人员大跌已经是事实 资源降级也是必然的 但不会就此从内于消失